誰說桃園沒有美食呢 今天呢 Anson就要帶大家來吃一家 超級好吃的 排隊彩虹蛋糕 大家好 我是Anson 歡迎來到AnsonTV 之前呢 在網路上呢 有很多人在討論 桃園沒有什麼美食可以吃 今天呢 那Anson就要來打破這個傳言 帶大家來到桃園吃一家 超級無敵好吃的 彩虹蛋糕 那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餐廳就是 叮叮 派派Coffee OK 那大家首先看到的就是這一個啦 這個就是他的大理石拿鐵 我們來攪拌均勻好了 他的咖啡的顏色呢 是有一點這種灰色鐵灰色的感覺 所以呢 他不是只是把牛奶跟咖啡分開來 倒這麼簡單 OK 當然大家知道 Anson家自己也是賣咖啡的 小阿姨午後咖啡 自己業配 自己業配 所以Anson呢 從小到大也是一個非常喜歡喝咖啡的人 那我們就先來喝喝看他的 大理石拿鐵吧 首先呢 他的牛奶味是比較強烈的 但是不是那種很甜很甜的牛奶 然後他的咖啡的部分呢 雖然剛剛看我們在加的時候 加了非常的多 但其實呢 他咖啡的那個 苦苦澀澀的味道 已經被牛奶給沖淡了 我覺得對於一些 比較不是那種 咖啡因重度患者 應該會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再過來呢 就是 這個就是花香派派 他其實是氣泡飲喔 他這裡面呢 總共會有檸檬 玫瑰 還有接骨木花 這件橙色真的超漂亮 拍照起來真的超美 那我們就把它 均勻的攪拌一下 其實呢 多喝氣泡飲料呢 他會有那種 消除疲勞的一種效果 所以Anson個人也是蠻喜歡喝氣泡飲料的 那我們就來喝喝看吧 哇 他的那個玫瑰花香超級濃喔 再過來你的舌頭會 感覺到一絲絲的那種酸酸的檸檬感 如果是女孩子的話呢 我還蠻推薦給大家喝喝看的喔 OK 再過來我們就要來吃吃看他的泡菜起司鐵鍋飯 Anson到現在呢 還沒吃早餐跟午餐 所以我餓到翻掉 開動啦 我喜歡他的飯 因為他是用鐵鍋下去弄嘛 他的飯有一點點小小的鍋巴 很香耶 他的飯上面的那個油很香 香到讓我自己有點覺得 好像在吃那種古早味的油飯 當你跟泡菜一起搭著吃的時候 第一時間你會覺得有點酸辣 但是後續這個飯呢 補上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呢 他整個那個辣度就被減緩了 這個泡菜完全起到了很重要的一個點綴作用 這個我大推 好的 最後就是我們的重頭戲來了 就是我們的彩虹蛋糕 你看 超可愛的吧 你看裡面有七種色彩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囉 聞起來超香的 他吃起來呢 有一點點那種檸檬派的味道 有一點那種酸酸的感覺 然後他的這個慕斯呢 感覺會有一點像在吃奶酪的感覺 吃起來的時候又有點像在吃綿綿冰的口感 這真的吃下去以後會上午心爆棚 不愧是派派的主打之一喔 OK 大家覺得今天安神推薦給大家的派派咖啡如何呢 如果呢 你知道桃園還有哪些好吃好玩的東西 記得在下面留言跟安神分享 也許呢 我就會去拍攝你們推薦的景點或者美食喔 OK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 明天見 掰掰 掰掰